米酒 第二杯呢是猪油 第二杯是妈妈给我熬的猪油 第三杯呢是生抽 第三杯呢是生抽 都是二两的杯子 我们把鸡蛋全部砍成这样 麻将块大小 就像这样麻将块大小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进高压锅了 不用焯水也不用油泡 直接放进锅里 配料 姜蒜小米辣 配料就是姜蒜小米辣 搞里头 生抽 第一杯放生抽 米酒 第二杯加米酒 和猪油 第三杯放猪油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一滴水都不用放了 高压锅上汽六分钟 老六没有高压锅 用电饭锅煮饭键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趁这个时候 咱们先来两把割草手油解解压 全网超营义用户注册 玩起来超级解压 操作也很简单 就这样单手转转转就行了 沾的是太爽了 而且现在出了小程序版本 不用下载 点锁下角 直接就能玩 上线就送五百抽 你要啥抽不到 我刚刚就抽了个新优雄语步 一个劲囊就能横扫 千千万万 伤害直接满满 割草体验爆炸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锅打开 时间到了 哇塞 好香啊 还焖出了很多鸡的原汁 把这里面的汤汁呢 还不给它收干 不用额外加任何调料 直接把汤汁收干 现在我们把汤汁烧得这么浓郁以后呢 我们就加上一点点这个葱段 就是现在这样浓郁 加入葱段 这个下去以后就马上就可以出锅了 搅拌均匀 这就可以出锅了 哇塞 好香啊 一滴水都不放的三杯筋 肉香浓郁 软烂入味 快收藏 试试看吧 OKK 你往前走 你往前走 不要回头 不要回头 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 上天让你错过谁都有理由 怕你受伤 独自承受 怕你受伤 独自承受 才把最好的人留到最后 才把最好的人留到最后 你往前走 不要回头 你往前走 不要回头 别再喂 旧人就是失了眼眸 咸蛋黄鲜虾豆腐包 OKK 就是你回到家 啥都不用干啊 回到家你啥都不用干啊 就把这些准备好的材料 直接倒进淀饭堡里 把准备好的洋葱西红柿 直接倒到淀饭堡里 牛肉记得冷水下锅 牛肉冷水下锅 焯一下水 撇干净浮沫 趁热捞出来 铁干净浮沫趁热捞出来 直接倒进电饭堡里 直接倒进刚才的电饭堡里 按照这个材料搭配 不但好吃 而且还吃不胖 不用加水也不用加油 把屏幕上的调料一口气放进去 就这样盖上 按煮饭间直接焖 盖上盖子 煮饭间直接焖四十分钟 打开倒上土豆 这个时候加入土豆 再焖十分钟 再焖十分钟 你就能得到一锅香炭炭的番茄土豆炖牛腩 牛肉软烂入味 各种食材香味浓郁又很简单 你也快试试吧 OK 做红烧肉千万不要下锅焯水 那样方法是错误的 那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呢 碗中加一小勺盐搅匀化开 碗中加一勺盐搅匀化开 然后再把五花肉放入盐水中浸泡十分钟 这样不但能去腥 还能泡出很多血水和杂质 锅不烧油 直接下入五花肉煸炒 锅里不放油 直接下入五花肉开始煸炒 炒出多余的牛油 这才是红烧肉吃起来肥而不腻的关键 道理我都懂 都炒了一宿都没炒出牛油 多出来的油不要浪费 炒出这么多油 快出来留着炒菜 然后放葱姜 然后放葱姜 八角香叶干辣椒 八角香叶干辣椒 十八粒冰糖 十八粒冰糖 盐 生抽 老抽 盐 生抽 老抽 一定要开小火把冰糖炒化 只有这样 做出的红烧肉才会又红又亮 加入啤酒和热水 没过猪肉 高底给它整一片皮的 再补点热水没过猪肉 后盖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先炖着吧 你们发现老六视频拍得更清晰了吗 因为我换手机了 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iPhone 13 Pro Max 不仅成色好 还比新机便宜了三千多呢 转转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 我的平板和电脑都是在转转上买的 买二手就要买官方验骨的哦 最后放入油豆腐焖两分钟 最后赶在放入豆腐泡焖两分钟 撒上大蒜夜收浓汤即可 撒上大蒜苗把汤汁收浓就可以出锅了 哇这样做的红烧肉色泽红亮香而不腻 你们也快试试吧 OKK 锅里倒入一碗豌豆淀粉 锅里倒入一碗豌豆淀粉 和水的比例是一比六 所以再加入六碗水 然后往水里倒入一勺盐和一勺食用小苏打 往水里加一勺盐一勺食用小苏打 小火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拌 一定要把淀粉水搅匀了再开火 顺着一个方向不停的搅 直到变得粘稠冒泡了 就可以倒入碗里大约六七分钟就会变得很粘稠 冒大泡的时候再浇两三分钟 这样更加Q弹 倒入大碗里自然凉凉 天万不要放进冰箱 先把它掰开一点方便脱模 自边先掰一掰方便脱模 是不是真的很简单 当当真的很简单 还短短的 就好像果冻一样Q弹 凉粉也很筋道 用买凉粉送的刮刀刮下来 挖了一半就这么多 每一根都很筋道 接着把这些配料全部都倒在里面 接着就把屏幕上所有的配料按照喜好放进去 我们 三分钟